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科学在物料科学和生命科学中的成就 我们也了解过 18世纪似乎有机械论和活力论两种解释框架 都试图对整个自然界进行解释 这些勉强可以算综合的尝试吧 但很明显 这两者在哲学上的综合都是很难站住脚的 不过在18世纪末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康德 我们在本讲开头已经提过 康德在18世纪末对启蒙精神的一个总结 就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而康德在自己一生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中实践了这一点 并取得了很多成就 康德出生于1724年 最后于1804年去世 是标准的启蒙时代人 康德几乎一生都在一个叫科尼斯堡的小镇教书 没有多少旅行经历 可这个小镇现在可以说闻名全世界 因为它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伟大哲人 如果大家学过哲学史 可能知道康德在哲学上综合了之前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把哲学重新放进了正确的轨道 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早期现代哲学中的两大主要思潮 理性主义主要得到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支持 知名代表有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人 而经验主义则主要在英国 代表人物有洛克贝克莱主教和休默等人 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知识最主要的来源是纯粹的理念 甚至有所谓天生的理念一说 理性主义者喜欢举数学的例子 比如要知道五加七等于十二这个命题为真 只需要学习数学就行了 不需要通过观察外部世界获取 反过来经验主义认为人类知识 最后都可以归结到感觉经验 就是有五官获取的对外部世界的经验 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证明了知识中既有理性的成分 也有经验的成分 康德既批判无边无际的胡思乱想 这个在他那里叫做滥用纯粹理性 康德要求纯粹理性 需要由对外部世界的经验进行限制 康德也批判知识就起源于感觉经验的简单化看法 在康德看来 感觉经验本质上是杂多且无穷无尽的 需要理性提供一些基本的法则指导筛选 当然康德哲学的批评者也很多 有人说他晦涩难懂 有人也说他装模作样 其实懂的东西不多 不过在当代的一些康德专家 比如Friedman看来 这些批评者多数由于自己知识的不足和能力的限制 很难理解康德 这里的知识可能指各个学科之内的知识 Friedman在和另外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 康德在写作的时候对读者要求非常高 他认为读者应该像他自己一样 已经很深的思考过相干问题的方方面面 所以他觉得不需要很详细解释 写的书一般都很薄 而这些书一般的读者是很难读懂的 而这时候有些批评者可能没看懂 就觉得是康德乱写 这一点可能有些可笑 比如康德对牛顿力学的重新解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原文只有区区100页左右 而Friedman写的解释本居然多达恐怖的600页 据我一个见过Friedman的朋友讲 Friedman说康德其实比牛顿更好地理解了牛顿自己 最开始这话我是不相信的 但由于我自己不懂18世纪的数学物理学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也无法判断 这种说法的真假 我自己做一些演化生物学的历史 刚才我们讲过演化思想在18世纪末都已经比较流行了 而康德自然也受了演化思想的影响 在康德三大批判的最后一个批判 就是所谓判断力批判中 康德在仅仅两页纸上 对于物种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且讨论演化生物学 给出一个演化理论的可能性 康德最后认为当时的博物学和生命科学中 是没有这样的理论的 并且之后估计也很难有 说这个话 不是说后来达尔文给出了这样的理论 而是讲康德根本不会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是一个演化理论 甚至达尔文可能没有理解演化生物学中真正的理论问题 当然我们讲 康德对当时的博物学有充分的了解 然后经过缜密的逻辑分析 做出这样的判断的 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可以去看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分 除了物料科学和生命科学之外 康德对当时对人的研究也非常感兴趣 他自己也留下了好几百页的人类学讲稿 康德不像某些启蒙责任那样 只是突发奇想 为人类的本性下一个定义 然后去探讨人类的未来 康德总是愿意学习最新的科学知识 然后在这些科学知识基础之上进行思考 康德在探讨人类未来的几篇文章中 提出了启蒙时代最深刻的几个反思之一 康德认为 人类理性是有机会在未来完全得到释放的 在康德设想的一个未来永久和平的社会中 人之为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将得到尊重 专制武断暴政的影响将越来越小 但康德也不是幼稚的 他认为实现永久和平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人类在这个过程中 甚至还会出现互相厮杀 出现倒退等等情况 这时候 康德提出了一个哲学家可能做的事情 即为未来的永久和平时代休使 要把过去历史中看似朝向永久和平迈进的一些倾向 都集合在一起 如果大家学过哲学史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黑格尔历史哲学里边的东西 康德的工作 遍及物料科学 生命科学和人类学 但这还没结束 康德其实也看到了更大综合的可能性 将物料生命和人类心灵完全综合在一起 康德看到了 从物的诞生 到生命的诞生 再到人类的诞生 最后一直到人类心灵的成熟 这整个过程似乎有一个核心的基调 简单的物料似乎只受自然定律控制 空泛的讲 是受决定论控制 但生命似乎更复杂了 并且表现了某种自主性 而到了人这里 自主性最高 但人的自主性完全展示出来 也有一个过程 这在永久和平的未来才能完成 这其实也是启蒙的任务 康德的这种综合 在后来由黑格尔等人 用更夸张的用词表达了出来 但是和后来的黑格尔等人比起来 康德始终是对这种体系性的综合 表示怀疑的 他一直说 这种大尺度的历史哲学 只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想法 但不能认为世界真是这样 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 虽然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乌庸置疑 但把康德放进一门科学史的课 还专门做一个小结奖 可能就对有些人来说有些争议 通过这一小结 我想把康德哲学 作为一个理性精神的总结来理解 和后来的德国哲学家 综合性的尝试比起来 康德综合的努力 多了几分谦逊和严肃性 康德对当时各个学科的 自然科学的理解 都是非常到位的 并且最后也很怀疑 自己给出的几个原则 能否真正综合 后来的科学史表明 康德的怀疑是正确的 康德的综合 可能是科学革命以来最好的 也是最谦虚和最严肃的 不过后来的科学史研究表明 即使是康德的综合 也完全不能阻止各个学科 在19世纪的进一步分化 我们可以说 如果连康德都失败了 那么理性想把所有知识 综合在一起的努力 也几乎可以宣告是 永久性的失败了 好了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